嗨嗨 我是Josh 欢迎收看终止两分钟 每天用两分钟的时间 让你快速知道今天中华职棒的战况 2022年的6月18日 今天的对战组合跟昨天相同 魏权在天母对上中信 中信的先霸投手 是让人都快忘了他还在一军的郑凯文 魏权在比赛前段有很多攻势 前四局就打了八支安打 但是郑凯文总是能够化解危机 不过郑凯文在第五局 又保送了该局的守卫打者迪凯威 这也让中信决定换上吴哲元来接替他的头球 结果林志胜马上打出安打 另外一手林苏义还发生守备失误 然后吉利吉拉的深远飞球 先帮助魏权取得1比0的领先 到了七局下 南木一样总算突破最近的第一潮 一支二两安打带回两分打点 让比数形成3比0 而魏权今天的先霸投手刚龙 状况绝好掉 中信唯一的机会出现在第八局 无论出局共战一二壘 但是刚龙先让陈伟汉打成飞球 然后再联标两次三阵 扑灭了中信的反攻希望 最终魏权就以3比0打败了中信 终止了最近的四连败 另一边由富邦在新装对上统一 富邦由月月城市鹏先发 他第一局就遭到统一打先猛攻 单局与两支安打 自己又送出两次保送 优机守王胜伟还发生了接球失误 让统一刚开局就取得3比0的领先 但是统一的先发投手老将潘威伦 并没有守住这个领先 都督今天只投了4局 就被近况火烫的富邦打线 狂搭9支安打丢掉了5分 第6局 统一有一个一人出局满壘的枪子 今天因为腰上没有先发的神结线 出来带打 但是却中了满壘技 打出了一个关键的双杀 统一虽然在7局上有追回了1分 但是富邦马上在7局下做出回应 林哲轩跟林一拳都会输安打 外野手李承林发生了传球失误 让林哲轩跑回富邦的第6分 第9局在曾俊越标出3次三阵的封锁之下 富邦6比4带走胜利 在这次的三连战中很少的统一 以上就是今天的终止两分钟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